他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有这个女同修 不是十四号梦的灵性 说声音很大 对她说我要你生病 意思就是要生病 灵性对她说 然后她就醒了立刻求菩萨 然后清晨醒来 梦到她在梦里向护法神 护法菩萨求救 就跟护法菩萨说 跟护法菩萨说 灵性要要她的命 护法菩萨说了 就说不好使了 晚了 菩萨都不来了 再问护法菩萨 护法菩萨就不再说话 他说护法菩萨第一次在梦里 跟他这样说 只有师父看图腾 帮该灵性说情才能有救 因为这个他图腾打不进去 他说护法菩萨和他说 只有师父看图腾 帮灵性说情才能有救 这个问题他怎么解决呢 师父 你现在知道了吧 知道 不是说师父 什么万能的 他第一 他是学心灵法门的 他有师父 那么你是哪个师父 人家就哪个师父管 对不对 对对对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师父看图腾 就是跟灵性帮你再沟通 帮你再沟通 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托我 你托我一个领导 帮你把你这个情况 再看一下 解决一下 我要不要动你的档案啊 用用用 我一动你的档案 边上的人都看见了吧 是的 那么下面的人 会不会很快的帮你先解决啊 会的会的 这还不懂啊 人家重生 这还不懂啊 你叫我一看图腾 我一打上去 天下地 天上地下都知道 那么看完图腾之后呢 那么人家就帮你先处理了呀 是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么帮你处理的时候 师父说多少张 那么他就没还价了 因为为什么 师父讲的 多少张 对对 你就算了吧 对我 出来讲情 比方说两边打架 出来个中间人说算了 不要再搞了 好 大家就 25张小房子算了吧 或者说80张 那么对两方都不讲话 现在明白了吗 对对对 明白明白 那师父 那他这种情况 他打不动图腾 护法身 叫他只有师父看图腾 才 应该帮灵性说情 才有救 那他面对这种情况 打整了是吧 这还不懂啊 就说明他修得不好 没有照师部 如理如法的去修行 他修得好 怎么看不见啊 人家怎么打得通的了 对不对啊 你不看图腾的话 你梦中可以看图腾不了 不是的 为什么梦中也不来啊 你不如理不如把我来干嘛 那么还有很多烂地址了 我会去不了 嗯 不会的 对不对啊 那师父现在就要教他好好的念礼佛忏悔了 对啊 对啊 你不念忏悔的话 你连师父都不帮你 你说的话哪个人帮你啊 你讲句心里话你爸爸妈妈都不帮你 谁来帮你啊 对不对啊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哎呀 这个照修一下 急的嘞 急的嘞 急的嘞就是好好地念 有本事晚上叫师父到梦中给他去照样看图腾 我告诉你 跟打电话一样有 有价值 对对 明白了 是 是的 是的 明白了 谢谢师父到明儿了 谢谢师父到此理开始 嗯 哎呀 真的 哎呀 我觉得哎呀 看到这种 哎呀 急的 哎呀 你现在知道了吗 这个世界 我告诉你不是急的问题 这个世界 让很多问题 是你自己 没有用功啊 急也急不出来啊 你自己不努力啊 对不对啊 碰到事情了你就涂上杯了